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进入2022年周深都来不及放假过元旦节 每天的行程呢都非常的满 前几天呢周深刚刚参加完上海的时尚先生晚会 这不啊刚刚又去北京参与了央视文艺联会 这可真的是一刻都不停歇 全力以赴迎接自己新的一年 这次出现的周深和以往还是一样的 里面是演出服装外面是自己的私服 但是啊还没想到就是这件私服却引起网上的热烈讨论 这是周深第二次参加央视文艺联会 还记得当初深入人心第一站结束的时候 那个温馨的画面吗 廖昌永老师邀请周深参加央视文艺联会 周深当时啊那个既震惊又惶恐的小表情嘛 时隔三年周深又一次站在了这个舞台上面 三年的时间呢不长也不短 但是足够让这个有才华的小男孩 站在舞台的最中央接受观众的掌声 有梦想呢谁都可以实现 但是其中呢有多少心酸旁观者不得而知 周深呢只能被廖老师邀请 足见他的实力 在去流量化的时代又能够被邀请足见他的正能量 但是网友的关注点却不在周深的最新舞台上 而是被周深的长服所打动 虽然只是一件很普通的风衣 但是却伴随着周深走过了多少岁月呢 据周深自己描述这件风衣呢是他在乌克兰读书时买的 既可以当风衣又可以当棉服 一举多得 这件风衣呢陪伴周深参加过多少场晚会的录制 陪他走过多少次机场呢 最让人惊奇的是周深第一次参与文联晚会录制的时候 穿的呀也是这件衣服 而就在今年周深还是穿的这件衣服参加晚会的录制 时间在流逝周深的衣柜却一直都有一件塌 不得不说啊 这真的是一个仪式改满满的小男孩 周深曾经在节目中透露过 这件衣服的扣子出现了一点小毛病 如今呢 这件衣服重新出现在大众面前 也不知道是谁将它补好了 看这个真心啊 不免让人怀疑这是否是周深的杰作呢 话说以周深目前的收入完全可以将这件衣服舍去 再去买其他的新款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不少粉丝啊纷纷评论 身材真的是一个精神境界要求太高 物语挺低又喜欢满满仪式感的小朋友啊 评论太心癖了 屏幕后的周深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人 自从周深火了之后呢 那一次路透不是简简单单的服装 房间更是朴素至极 在他搬出宿舍时呢 就曾有网友问过周深 现在的住宿条件 周深笑着回答说 只是比以前的房间面积大了而已 但就是这样一个节俭的人 却在郑州洪水期间 目不吭声地将物资捐到了灾区 或许这就是大家喜欢周深的理由吧 不在乎物质上的享受 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我们下期目到後许都却明想要试着 我们下期目到你们 emperor 微信尽力地做好 funniest 这里开始进化 占说了 海颜丹一枪 幸福的我最早在今天 你还不能拐 by